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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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佛友 大家早上好 我们老朋友又聚会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佛教是正能量的来源 因为这几年 好像大家都常常听到这个日言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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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我们佛教里面有没有讲这个正能量 所以我就想说大殿的开示 就选一个比较大众化的课题 看能不能够比较生活化 比较轻松 或者是比较不会太深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到你所学习的佛法 其实都一直在累积正能量 可能没有人告诉你 所以你不知道 然后你就想说 人家都在讲正能量 人家都在学习正能量 我也要去学了 可能你在佛教里面 你在遇佛式里面 可能一直都在学习 你不知道 那么在讲这个课题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看了这个图片 你一定会很开心 我们也开心 这个图片 上面的有颜色的一张一张的纸 是马来西亚的钱币 跟美金不一样 美金的颜色 不管一块五块 十块二十块 都是同一个颜色 对不对 马来西亚的是五颜六色 这是一个小朋友 写给他妈妈的 我有一位好妈妈 她无时无刻都照顾我 她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妈妈 她在我心目中 永远是二十岁 未来的五十年 我都会在你身边 就是她妈妈的身边 母亲节快乐 我爱你 今天刚好就是母亲节 很多人也把我当成妈妈来看 我也收到不少的祝福 同样的我母亲也还健在 我们做儿女的也是会祝福 母亲希望她健康幸福快乐 所以今天也借这个机会 祝福我自己今生的母亲 过去生 久远以来的母亲 可能也坐在这边 我不晓得 还有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们 你们辛苦了 祝福你们健康幸福快乐 所以正能量怎么来 有时候一张卡 一个祝福 你可能没看到它里面的内容 但是你看到它的颜色 它的设计 你整个人就笑起来 本来很紧绷 你本来很紧绷 后来你放松下来 这个就是正能量的来源 那现在正是进入比较正式的课题了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很多人 尤其这几年 花了不少钱 去参加一些课程 然后几率最高的 几率最高的是 去学爱 是不是啊 很多人都在去学爱 慢慢已经不知道怎么爱了 也不知道怎么爱自己 不知道怎么爱身边的人 然后越来越缺乏这个爱 也不知道该怎么爱了 所以很多人花钱 专去学love 去爱 去学爱 还有人呢 你会看到一些课程说 你只要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 未来的五年 未来的十年 你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人 这在佛教的课题里面 就是情境善知识的课题 如果你跟酒肉朋友在一起 那未来的五年十年 不用讲未来五年十年 未来的一个月 你已经不成人样了 所以 还有呢 有些人开始鼓励阅读 零零种种 你会看到一堆的课程 你去搜寻 怎么样增加我的正能量 然后呢 一堆课程可以上 全部都跑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告诉大家 不管你花多少钱去上这些课 如果你没有落实的话 如果你没有真正去做的话 你学了三十个课程 你学了三十个方法 认识了三十个大师 你从来都没有去做 没有去学 有学 没有做 那你永远呢 看不到你生命里面漂亮的景色 但是如果 学了一个方法 你就 很认真的去落实它 你就会发现说 你很容易地把生命漂亮的景象 展现出来 所以这零零种种的方法 在佛教里面有没有 那首先要告诉大家 我们佛教里面 没有正能量这一个语词 你用Google去搜寻 你去搜寻佛教的词典 你会发现 没有正能量语词 为什么 正能量这三个字 这个语词 是这个时代的语词 佛陀以前在教学上 没有用正能量这个语词 但是我们佛教里面 有没有跟正能量相关的课题呢 有 当然有 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 比如说在佛教里面 我们有 四欲流之 你们听过四欲流之吗 听过 有些听过 然后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里听过 那有些已经记起来了 知就是方法 知就是方法 然后这个四欲流之 你就知道说 有四个方法 能够预备好你自己 准备好你自己 欲 进入圣流 有四个方法 get ready 你自己 准备好你自己 进入圣流 我们把这个圣流 改一下 本来你在 这个非常肮脏的 着流里面 现在你有四个方法 能够让你摆脱 这个着流 进入清净流 你要不要学 所以四欲流之呢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 除了四欲流之呢 我们还有八正道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借 四欲流之八正道的内容 告诉你 怎么样去开始 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但是知道了 归知道 最重要的还是 你要真正去 落实它 去做 那么 在进入这个 四欲流之跟八正道的内容 之前呢 有一个前提 准备工作 是大家要先 就是一定要做好的 或者是一定要准备好的 是什么呢 福报跟智慧 你们觉得自己的福报如何啊 不多 为什么都是 为什么都是 修会法师代表回答呢 大概大家都觉得 不错 我们福报都不错 福报没有人嫌多 对不对 福报越多越好 但是福报怎么来 福报怎么来 福报怎么来之前 我来先谈一谈 什么是福报 在你的想法当中 心目当中 什么是福报 现实一点 有钱就是有福报 这个是最现实的 但是不要以为说 有钱 就是代表一切 除了钱以外 能遇到贵人 能够遇到好人 算不算是福报 遇到一些很危险的时候呢 你可以呢 化危机变成另一个转机 这个是不是福报 所以福报 所以福报不只是钱而已 身边所有好的人事物 都能在关键时刻出现的话 那你是有福报的人 一个人可以很没有钱 但是呢 他生了一场病 可是有一个医生 愿意免费帮他处理他的 这个病啊 他的事情啊 算不算是福报 所以不一定有钱就有福报 有些人很有钱 看起来很有福报 可是呢 就一直遇不到好医生 小小的盲肠要开好几刀 因为每一个医生都搞错 这就没福报 一个小小的盲肠言 他结果要挨了那么几刀 还好没有把命就这样子断送了 所以福报不一定只是钱而已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子 福报非常重要以后 福报怎么来 福报怎么来 福报只有从不失而来 不管是财失 法失 无畏失 无畏失就是关怀 只要你肯付出你自己 身上或者是身边的一切 你能力范围做得到的 你愿意分享 你就在累积你的福报 最实际的方法 我常常鼓励学生 就是准备一个小铺 这个修福 不是说一个月做一次 一年做一次 不是的 是每天要做 你要把它变成你生命的习惯的 因为没有舍就不能得 那你一年才舍一次 什么时候才能够得 所以不行的 每天要做 每天要做 可是我每天哪有那么多时间 哪有那么多的因缘 去做这些好事呢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 在家里最容易看得到的地方 放一个小铺满 小铺满不用放太大的 放太大的话没成就感 放了多久才能够满 你放一个小铺满 然后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 告诉他们 这个小铺满 是我们家的福田 修福不要只是你一个人做 要发动全家人 为自己的家 为自己的世世代代 修这个福 所以每一个人有零钱 有什么 每一天大家都放一些 然后如果今天刚好 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 放下去 投了一个钱 陛下去过后 开始祝福自己 希望我投下这个布施 能够让我事情顺利一点 让全家人都一起参与 一个月后 不管里面有多少钱 由一个家里的人 代表把这里头的钱 去找一个慈善机构 还是怎么样 做个布施供养 把它变成家里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家里的事情 不要只是想说 赚钱 生活 就这样子而已 赚钱当然重要 生活当然重要 可是没有福报呢 家里没有福报呢 遇到什么事情 都本来很简单的 都会弄得 整个家庭都乱七八糟 从修福开始 所以这是第一个 要有福报 从布施 从小铺满开始 然后除了福报呢 我们还要有智慧 智慧很重要 有时候 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呢 你虽然有修福了 可是还是没有那个福报 遇到好人 也还是一样 没有福报呢 很多事情很顺利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过这个生命的关卡 你怨天尤人 一样过不了 只有继续增加 你的负能量而已 是不是 身边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怎么努力了 我怎么修行 我怎么学佛了 我怎么布施了 可是该遇到的事情 我还是要遇到 过不了的那一关 还是会出现 这时候怎么办 只有用智慧去面对它 可是智慧不是说 你要智慧的时候 它就会有智慧 不是 智慧也是一样 要每天累积的 它跟福报一样 所以怎么样 每天累积你的智慧呢 我在这几年呢 就鼓励大家 每天至少超三句法语 不要告诉我 不要告诉我 你连一天 就这么超三句法语的时间 都没有 你投资任何生意 你忘了投资自己的智慧 忘了投资自己的福报 这个生命很可惜 所以每天 不管是我们遇佛式的 长老们的法语 我们都有自己的出版物 对不对 佛观法院 里面一定有法语 翻一页 随便翻一页 看到这句话很重要 抄下来 除了遇佛式 任何佛教界大师们的法语 语录 每一天 给自己这么一个时间 不需要你写很多东西 人家这句法语怎么写 你就抄下来 然后不要小看 抄这个法语的动作 你在抄的过程当中 开始可能也是很匆忙 很随便 很慌张 但是你发现说 当你每天变成你的习惯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地放下 放慢你的脚步 放慢你的速度 你会慢慢发现 抄了一个星期 抄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过后 你会发现 这个是你生命的功课 你用二十分钟吃一顿饭 那个时候你说 我用十分钟来好好抄三句法语 他就会把这个 我们说 佛教界所有的智慧法语 慢慢抄到你的内心里面去 福报没有人嫌多 智慧也没有人嫌多 尤其你一想到你自己 你就想 哎呀 真的很没有智慧 这么一简单的事情 我都处理不了 我都面对不了 越承认自己 这一个部分的不足 就要改进 不要一直在讲说 哎呀 我没有智慧 讲了十年 见到我还是讲 哎呀 我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就要增加智慧 就要增长智慧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 我没有智慧 我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 没有用的 所以抄法语就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让自己学习 看得更远 看得更透彻 所以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 修福修慧 是你的前提工作来的 当你的福慧 越来越具足的时候 善知识就会出现了 好的人 能够真正在你的生命里面 帮你的 不管是你的工作 你的生意 你的生活 或者是你的学佛 你的修行 这些善知识就会一意地现前 当你的福报跟智慧 渐渐具足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一直觉得说 我怎么去到哪里 都遇到小人 去到哪里都被人家骗 去到哪里都被人家害 不要再怀疑 也不要再疑惑 也不要再困惑 要知道福报不足 智慧不够 从刚才的两个方法里面 开始学习 我相信 七天后 一个星期后 一个月后 你会看到自己的改变 这个就是 转化你的负能量的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外面很多课程 鼓励你阅读 提醒你要保持学习 然后鼓励你 就是要真诚地分享 外面有时候 你会看到 增加负能量 用这几个方法 其实这几个方法 在佛教里面 就是听闻证法 你今天坐在这边 听闻证法 你跟大家参与读书 会研讨班 听闻证法 开始人家叫你分享 你不敢 不好意思 慢慢你听人家分享了 你学习久了 你自己也会 分享了 从不懂到懂 你会看到自己的改变 所以不要再停留说 这个不懂 这个很深 他们都学得很好 是 当你看到别人 学得很好的时候 你就要提醒自己 我也要跟着 往前学习 不要一直 只是停留在 他怎么学得那么好 他怎么学得那么深 然后你永远 就是停留在那边 不动 跟着学 有一天 你也一样会跟人家 学得很好 学得很深 那我们听闻证法 跟上知识在一起 听闻证法 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建立政见 政见重不重要 政见是什么 什么是政见 用一个比较浅白的一句话来讲 就是观念 如果观念偏差的话 什么事情给你看来 都是负面的 那你观念正确的话 现在 比如说Facebook 你们Line的群组 WeChat的群组 微信的群组里面 每天都有 成千上万的讯息进来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你有没有被这些讯息困扰过 除非你不看 那你没事 但你一看 如果是错误的讯息 你又不懂得判断的话 你就这样子到学 不管是健康资讯 还是修行的资讯 还是佛法的资讯 如果你观念不正确的话 又不会判断的话 你就被他误导了 这个社会到处都是陷阱了 所以证件没有的话 就会以二传二 然后一传十 十传百 传到一千 传到一万的时候 就变成好像是真实 可是它是错误的 所以没有证件 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清净善事 有机会 有福报 遇到善知事过后 不要只是跟善知事 喝茶聊天而已 喝茶喝咖啡聊是非这样子 不是 跟善知事在一起 跟善友们在一起 就要一起学习正法 听闻正法 用正法 让彼此都不断地增上 不断地增长 如果你说去哪里听闻正法 到现在还有这个疑问的话 那我告诉你 不用再找了 就遇佛事嘛 这么多课程等着你参加 就看你要不要花那个时间出来参加而已 我们这边老字号了 至少三十年 对不对 如果这个老字号你都不珍惜的话 那太 你觉得太可惜了 而且我们这边 这个老字号 余佛事这个老字号 什么课程都有 南传 北传 各方面的经典的课程都有 修行活动也有 不用到处去找 这个地方好好珍惜 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找不到的话 跟他介绍一下 那有些课程呢 它是教你要不断地反思 甚至有些人会去参加一些叙事治疗 听过吗 现在很流行 尤其在台湾 叙事治疗 就是它要从 它整个身心感觉到都是负能量 因为过去的成长背景里面呢 累积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的遭遇 然后不知道怎么抒发出来 所以就参加这种叙事治疗 就是把自己过去遭遇过的不圆满的 重述写下来 写自己的故事 然后尝试去改写自己的生命 这些课程都不少钱 真的不少钱 然后也有写日记 有人鼓励你写日记 我也鼓励大家写日记 如果你有习惯写 你喜欢写 或者是你常常发现 你内心里面很容易对话的 你可以写日记 但是写日记呢 我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你除了写一些在内心里面 负面的这种对话以外 你可以让他有一个抒发 没关系让他出来 我今天很生气 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对我 你可以写这些东西 但是你的那一页的日记的下面 一定要留下一个 我们说正能量的空间在那边 不要只是负面的 一直发泄发泄发泄而已 明白我意思吗 你只是写负面的那本书很可怕 里面都充满埋怨 抱负 生气 我们要平衡 你把你的负面的思绪吐出来了 你也要给他填补 给你的内心填补一些正面的东西 所以超法语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你可以把 今天这个人伤害我 这个人怎么样 破坏我的事情 怎么样之类的 你把这些不好的都写出来了 下面的空间就是 如果佛陀遇到这件事 佛陀会怎么面对 佛陀跟我们比起来 佛陀是福报跟智慧都具足的 他一样会面对一些 不圆满的人事物 他也示范怎么去面对 那更何况我们这些 没有福报又没有智慧的 普通凡夫 遇到这些小事 那是非常的正常 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佛陀 从大弟子 从一些大师的身上 开始找 如果这些大师们 这些大弟子们 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被毁谤被破坏 他们怎么应对 向他们学习 所以写日记 不要只是写负面的 也要把正面的写下去 让它平衡 然后你会发现说 负面的它有一个疏导 然后又有正面的东西 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去 这个在佛教里面 就是如理思维 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负面的 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是不是应该报仇 我应该是不是要生气 这个叫做不如理思维 然后有时候我们掉入 不如理思维我们不知道 已经在不如理思维里面 是在轮回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有 把正面的内容写出来的话 那你有机会给自己 从不如理思维 转成如理思维 这个时候不是邪师 是正师 所以这些反思 叙事 日记等等的方法 在佛陆时代 佛陆教弟子们 如理思维 或者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 有善知识 有善有 有正见 有正思维 接下来 你的行为表现 你的行为表现 自然就会慢慢地 不偏差 看到它的关系吗 观念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观念会影响你的思维 你的思维会影响你的行为 是不是 所以观念导正了 你的思维就会正确 当你的思维正确了 你的行为表现就会正确 就会在正愧上 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不得不赞叹佛陀的时代 佛陀已经在教我们这些内容了 我们是 现在这个时代 才看到人家用这种方式在讲 观念正确 然后思维会正确 思维正确了 你的行为会正确 你的行为正确了 你的人生就充满光明了 这个是我们常常在 Facebook 在网络上看到的 然后我们想 哇 这个是大事 这个大事 你忘记了 2500多年前 佛陀就已经讲这个内容了 所以 恭喜大家 我要恭喜我自己 我们一学就学 学对的地方 我们一跟就跟到 真的是大善之士 佛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大善之士 所以有了 文正法 如理思维 接下来就是 法随法行 什么是法随法行 简单的 用比较浅白的一句话讲 就是 随法而行 你自然会随着正法而表现 表现什么 不外乎三样而已 你的身口意的表现 因为我们表现出来 我们表现出来 离不开行为 身体动作的表现 语言的表现 还有意图上的表现 有些人 花钱 花钱去上学习赞美 因为他十年二十年来 已经不知道怎么赞美了 有些人花钱去学宽数 八堂课 然后两三千块 真的 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能原谅 他开始是不能原谅别人 然后他后来去参加了课程过后 他发现他原谅不了自己 所以他就花钱去学 有些人花钱去上一种叫做哭的课程 你们听过吗 没有吗 这个好流行 就是去到一个地方 他准备一个空间给你 然后你坐在那边 然后就慢慢地酝酿 你看到身边的人哭了 你也哭起来了 然后他也哭 大家都哭 哭起来了 哭完过后 舒服了 这个大师也不用讲什么东西 今天大家坐在那边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哭完过 舒服了 写心得今天我哭了 很舒服 然后预约下个星期再来哭过 就这样子哭了八个星期过后 哇 这课程很好 大师 不少钱 也有人花钱去学校 奇奇怪怪的课程都好多 但是你学过佛法的话 你就知道说 这些都不外乎赞美宽束 鼓励 微笑 这些都涵盖在 正语的内容里面 所以正语 正语 不一定是要讲的 要讲 讲鼓励人家的话 里面有鼓励 对不对 开始你鼓励不出来 很正常 因为你伤害太深了 我了解 你可以先用文字的鼓励 你知道我要学鼓励 用文字鼓励这个人 因为有时候讲不出来 但是慢慢写久了 心也柔化下来了 你自然会鼓励别人 正语有时候不一定要讲的 明白为止吗 不一定要说出来的 一个微笑算不算是一个正语 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 在非常紧张的时刻里面 你讲什么话你都觉得不对 不应该讲 你只需要给他一个拥抱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正语 是行为表现也是一个正语 它是一种鼓励 所以佛教里面都有这些 要记得 然后有些人就上了一些课 知道说要把一些爱好 嗜好 知道吗 爱好 嗜好 就重新地再表现出来 包括什么呢 创作 种花 运动 唱歌 跳舞之类的 学佛过后 你一样可以有这些爱好 你不一定要放弃你的爱好 比如说你喜欢画画的 那么你学佛过后 不可能不变成不可以画画的 你还是可以继续画画 你喜欢唱歌的 我们也有合唱团之类的 那这些都是正业来的 正业的意思就是正确的行为表现 你没有跟善之士在一起 没有跟善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样呢 人家遇到事情 没有跟善之士善友在一起 大家一般都是借酒消愁 花天酒地 或者去party 跳舞什么之类的 虽然是有短暂的感觉上 忘记你的烦恼 可是当你清醒过后 你还是一样烦恼 这个就是没有用正确的行为表现 去帮助自己 我们在佛教 还是讲回我们这个老日号的 欲佛式 有这么多除了佛学课程以外 我们的长老师父们 多么的用心 除了上佛学课程 怕大家太沉闷 还有种种的活动的设计 都是在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行为表现 我们有没有珍惜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你可以增加正能量的一个地方 把正确的行为表现出来 包括擦花 烹饪 来参加一些素食烹饪班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表现 然后你有听过人家告诉你要健康饮食吗 告诉你要拥抱大自然 接触大自然 我们遇佛是有没有有时候带大家去拥抱大自然 去菩提中心 就是在拥抱大自然 看你愿不愿意给自己这个时间 是不是有时候市里面的师傅还带大家去放生 去野餐 我还听到每一次都很羡慕 大家都有机会去野餐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些活动 跟扇子是三有在一起的活动 偶尔去旅行 然后还有工作 这些都要平衡 这个范围就叫正命的范围 所以不要把你的生命只有工作而已 然后想说等我退休了才来学佛 很多人老实讲很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 他老了正准备要学佛的时候 对不起没有机会了 可能是身体出状况了 可能是因缘不具足了 所以不能等 只有在生命 当你的呼吸还在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平衡了 有工作 有休息的时候 有接触大自然的时候 也要照顾好健康的饮食 各方面 正命 你才能够把你这一个生命体 很平衡地照顾好 然后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一些 比如说比较西方的就会用祈祷冥想 在我们佛教里面我们有 比如说 这个什么 祈福啊 对不对 我们有共修啊 然后我们有一起忏悔啊 然后我们也有禅作的课程啊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参加禅修课程的时候 教你活在当下吃饭要慢慢吃 注意我们的呼吸 对不对 我们有这些种种的课程 虽然外面不是佛教的 现在也有流行这些课程 而且都要花钱的 说实在 好像真的是 Nothing is for free 每一个都要钱的 但是在佛教里面 你会发现说 真的 我们佛教就有这些资源 然后你参加这些课程 它真的是能够增加你的正能量 因为它在过程里面 培养你的正念跟正定 正念跟正定有多重要啊 请问 正念跟正定有多重要 我们一些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 很小 小到怎么样呢 就在你的微信 或者是line里面 出现了一句 人家讲了一句话而已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而已 可是这句话是你不中意听的 你不喜欢听的 那你会为了这一个小小的贴文 烦恼一整天 连睡觉做梦都会饿梦 甚至烦恼一个星期一个月 有没有试过这样子 这是因为没有正念 没有正定 所以才会被那么一个小小的贴文 那几秒钟 可能不到一秒钟 浮现了一个贴文 你却因为这样小小的一个贴文 苦恼了好长的时间 浪费了你自己的生命 没有正念 没有正定 所以一个小小的贴文跑出来 心里面乱了 如果你学过正念正定 尤其比如说呼吸 就一个方法而已 马上回到自己的呼吸 你会把你自己 从凡乱的外境里面 拉回来 你会从非常不安定的 整个氛围里面 变成非常安定的状况的自己 一个呼吸的一个方法 回到当下 回到正念 回到正定 然后你再看回这件事情 你就会会心一笑 因为智慧开了 只是那么一句话而已 只是那么一个贴文而已 几个字而已 我竟然这么在乎 我竟然这么的执着 我看到我执 这样子多好啊 过去学佛法 我执法执 要破我执破法执 过去都是在纸上谈兵的 现在一看 明白了 我今天会烦恼 就是因为我执着在这一个 短短的一句贴文 一个pose 我要学破我执 现在就是好机会 可以让我好好的经历 怎么破我执 你会会心一笑 正念正定 帮助你开发你的智慧 这边扫了什么 正经济或者叫正情 那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最后呢 是因为正经济 是不管身口意哪个方面 你都一定要精进的 所以我把它放到最后的部分 生活 要精进的生活 休息也要精进 修行也是要精进 总之就是要平衡 如果你的生活里面 只有工作 全部都是工作 连睡觉也不好好睡觉 都是在想工作 总以为说 这个世界好像少了你 这个世界就转不了了 这个地球就转不了了 所以连休息也不放过自己 我告诉你 这个不叫精进 这个叫邪精进 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 该工作的时候就要工作 该超法语的时候 是你的修行来的 就要超法语 该静坐的时候 给自己 你看我常鼓励大家 就是如果你用20分钟吃饭 那么给自己早晚10分钟的 修一下磁心观好不好 这个就是精进 我不需要你说做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只要早上10分钟 晚上10分钟 祝福自己 祝福一切的众生 精进 让生活平衡 那你就会发现 当你把这个 四语流之 八正道 全部在你的生命里面 去应用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慢慢地 把负能量 削减 然后你每一天 充满活力 这能量 好 佛法太好了 我也说不完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那么你听了这么开心 也没打瞌睡 那么一分钟 让大家 把今天你听法的功德 回向 这一分钟属于你的 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 比如说 你今天想说 我还没有祝福我的母亲 那么好了 我今天就把功德 好好的祝福我的母亲 那么或者是 你最近有生病的朋友 愿将这个听法的 短短的 五十分钟的听法的姻缘 然后祝福我生病的朋友 希望他能够赶快脱离病苦 所以这一分钟属于你的 一分钟过后 我们才来总回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